本章主要分享的是英语句型的基本 其实英语句型的基本最主要就是三个元素 也就是所谓的名词、动词、名词 这东西是三个元素 这就是英语五大句型里面最基本的句型 那这三个元素我们讲中间这部分动词大家就很清楚 那重点就是其实前头有一个名词、后头有一个名词 然后去构成这样一个句子 那这个常有人去讲这东西的时候 他会提到说叫做主卫兵 其实就是主词、动词、兵语 那兵语的话其实在台湾这边讲的是受词 也就是接受的对象或者爱打的对象 也可以说我们今天讲动词主要是分两类 一类是动作型的 动作型就是说你可能打球 那张三打球一定有一个主角叫张三 然后他去打球的话 球就是本身就是被打的这个东西 接受这个动作 那另外一种动词讲的就是是 就是好像是、似乎是 在中文的部分我们是很少翻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是之类的 像看起来是啦、好像是啦、感觉是啦 或者其实它根本就是的话 那这个后面的这个名词 其实讲的就是所谓的 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所谓的补语 就是补充说明 所以基本英语的剧情应该是 主卫兵跟所谓的主卫补 那卫就是卫语 就是动词当动词用 就这概念 那可是大陆这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很多YouTube 他们在形容的时候 他们会讲主卫兵定状补童 各位看那个画面上有些 定状补童 我个人是不觉得说把这个定状补童四个放在一起是合适的 为什么 因为主卫兵讲的是主要剧情的结构 那主要剧情的结构 基本上就是名词跟动词 这样的东西是它是主要结构 那今天后面这个名词的部分呢 如果说它跟前面相等的话 那就是所谓的补语 就是所谓的补充说明 除了名词以外 它还可以做形容词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如果它是一个动作的对象 这就回到我们刚开始在讲这东西 基本上来讲 动词就分两类嘛 一类是动作型的 另外我们讲的是是不是的 这种属于描述型的 比较静态之类的这部分 那所以定状 定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两个就是修饰语 一个是修饰谁 一个是修饰名词 就是所谓的定语 那状是修饰名词以外的东西 就是我们台湾这边讲的是所谓的副词 就是副词的部分 也就是说形容词片语跟副词片语 去修饰 分别修饰一个名词跟动词 我们单纯来讲 所以说如果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话 然后副词 就修饰名词以外的 但主要大部分副词 都是修饰动词比较多 所以当你把定状补同 这四个摆在一起 其实蛮不适当的 为什么 因为补语它本身是重要的句子结构 那同位语的话 部分的话 其实它就等于名词 那所以在这过程 它是属于一种名词的成分 所以它应该是比较不像是所谓的 修饰语的结构 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来讲 如果以三个单位的主要句型 主要就是主位兵 就是主名词 动词名词 然后这个后面这个名词的时候 如果说今天是做补语 就是前后一字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感觉 就是你后面这个名词到底讲谁 如果前面这个讲是张三是一个老师 那张三等于老师的情况之下 这个老师就是个补语 那如果是张三打老师 那我们今天就有暗示的一个味道 打老师 那张三打他的老师 老师不是张三 在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授词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说以英语句型的结构 以三个单位来讲 其实就只有名词 动词名词 那很多我们在看YouTube 那讲的好像是变成 如果我们今天要用一种文法术语来讲的时候 你可能就觉得好像在说文解字 那你觉得说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搞不大清楚 尤其是我们今天讲谓语的时候 就其实讲动词 做动词使用的时候 然后如果你再讲到说 非谓语 那状态又更多了 一大堆英语名词就这样跑出来了 反而会混淆你的了解 所以如果说我们以英语句型结构 基本上以三个单位来讲 就是名词 动词 名词 那这两个部分还分成前后相等跟前后不相等 如果前面名词跟后面名词相等的话 那描述的是同一件事情的话 就是所谓的补语结构 那如果前面跟后面这不相等的话 就是所谓的授词结构 那再来我们现在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讲 是不是两种剧情我们都讲了 那剩下另外三种剧情 一个是简易 一个是加一 简易就是说今天一种属于背景描述的一个主词一个动词 像春天来了 夏天来了 冬天过去了 风吹来了 像这样一个名词一个动词 它就是第一种最简单的剧情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四个单位的 那四个单位不外就是什么情况 就是名词动词名词名词 就两个名词 那这两个名词如果前后相等 我们今天讲最后面那两个名词 如果说相等的部分的时候 大部分我们今天讲的 最后面那个就是做后面的 第二个名词的补语 就补充说明 像说张三把老师打得像 像受伤的病人一样 像这种情况 那张三打老师 这就算了 张三打老师之后 还把他打得像病人一样 这个像病人就等于老师的情况之外 这个就是讲的 就是所谓的受词补语 也就是说受词的普通说明 那另外一种情况 四个单位就是送礼型的 像后来张三送老师礼物 或张三送老师慰问卡 或者张三写给老师悔改信 像这样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四个单位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强法来讲 其实英语句型是非常简单的 那我个人觉得 其实英语这个 你在理解的时候 你第一个你要让人理解 能够理解的时候 你才能概念上去通它 如果一些东西的时候 讲的范围太大 或十几种 二十几种 没办法记忆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说 其实他在学习上的效能 就会变得很差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明毅 更多英语学习有用的技巧 请各位参考 英语思维大突破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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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